80年的女神柳如烟找我联姻 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只因上一世我和她联姻后 她竟然亲手把我家搞破产 她认定当年是我拿联姻做妖卿 逼她跟新上人分手 再次争年 我回到了她来求我联姻的时候 我笑着拒绝了 感情比例也重要 这次祝你和新上人百年好和 柳如烟眼神中满是错说道 一腾成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就在一分钟前 我拒绝了她共度一生的邀请 看她还不死心 我十分坚定地点的点头说道 想清楚了 爱情比例也重要 祝你和沈丰百年好和 双方父母和柳如烟一样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以为我喜欢柳如烟 因她一句喜欢有个性的男孩 我便去捡了一头黑发染了奶的灰 因她喜欢看足球比赛 我便熬夜恶物 对各路球星各大赛事如数家珍 因她我学会了编程写软件 帮她抢首发新款 所以当柳家濒临破产找上我家联姻时 爸妈有些犹豫 帮助柳家 腰压上我们的全部家庭 但他们觉得柳家同一家相识多年 有这份情意 柳如烟必然会爱护我一辈子 爸妈疼惜我 想成全我的爱情 故而没有拒绝 也没有同意 把决定权交到了我手上 前世我选择了好赌 用爸妈打拼半辈子的家产 去读柳如烟的良心 人们常说十读九书 我一度认为我是那个 万里挑一赌赢了的信任 刚结婚时 柳如烟做了一个最合格的妻子 工作在忙 每天晚上 十点之前必定会回家陪我 应酬再多也会提前报备 主动邀请我视频查的 他从未犯过错误 他微信头像是我的照片 朋友圈背景是我们的合影 我一度以为 我比田宠文的男主角还幸福 直到有一天 他知道我暗恋过他 说我是个善度的恶男 他笃定沈丰之所以会和他分手 因为我在拿联姻做要挟 他不动声色 一步步把我父母搞破产 将婚内财产全部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当我后知后觉的发现时 已经什么都不胜了 除了联姻那年我们的钻戒 我拿去二手市场 只换了两千五百块钱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商人喜欢把爱情和钻戒挂钩 因为他们都是会飞速贬值的笑话 后来我爸爸得了病需要换身 需要三十万元 我去求柳如烟 他高高在上的说 跪下 我有些慕然的照做 他让司机取了 三十万现金 拎起桩现金的包在我眼前一花 想要吗 我点点头 伸出了手 却被柳如烟一脚踹翻在地 旋即他拎着一箱子现金进了酒吧 他把钱塞进了穿着清凉的男抹手中 像个皇后一样风流了一夜 而我的爸爸 在第二天咽了气 他说就算胃口 也不想把钱给我 他说我让他觉得恶心 他说当初没有我们一家的帮助 他照样可以挺过难关 所以重生归来 我拒绝了联姻 我要看看柳如烟要如何靠着自己的力量 填上那巨大的资金缺口 我和柳如烟的缘分 从出生那年便开始了 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出生 住在同一间病房 我只比柳如烟晚出生了一天 我从小便乖巧 需求很低 吃了睡睡了吃 很少哭闹 而柳如烟是个高需求的宝宝 可我刚刚相反 他的妈妈被折腾反了 满脸羡慕地看着我妈妈 一腾成真懂事 以后要能带烟烟就好了 两家人便一天天熟悉了起来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 中国加入了WTO 那些嗅觉敏锐的聪明人嗅到了商机 不少人辞了公职下海经商 其中就包括我和柳如烟的爸妈 创业初期的人 忙得像个陀螺 有时候连着半个月都不回家 我和柳如烟 只能陪伴着彼此慢慢长大 肚子饿了一起煮面吃 结果糊了锅 柳如烟捏着鼻子说 没事 一腾成煮的我都爱吃 可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我们只能无奈地放下了网筷 去换洗下来的衣服里翻找 零零散散 好不容易凑齐了四块钱 卖馄饨的老爷爷 笑着给我们多加了一个鸡蛋 在很多年里 那晚深夜的馄饨 都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食物 有时候柳如烟会想阿妈 难受的哭出声来 她一哭 我就跟着哭 我哭 她便不哭了 她说 一腾成别怕 还有我陪着你 在父母的事业还没有起色的时候 我们的零花钱很少 柳如烟便会攒很久很久的钱 买一个大蛋糕 在她生日那天晚上 二十四尺点燃蜡烛 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英语老师给我们放 怦然心动 这部电影 开着电影中的男女主 我想到了我和柳如烟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 什么叫做爱情 但我很喜欢男主 隐隐约约觉得自己 应该像她一样勇敢 于是我买了她喜欢的球鞋 写了情书藏在鞋里 正准备递给她试 沈风冲了出来 抱着柳如烟亲了一大口 柳如烟满脸通红 隔壁一群人哈哈大笑 沈风不好意思的说 抱歉啊 同学 我在玩大冒险 接着便跑了回去 或许是平静久了的人 都渴望刺激 那个吻让柳如烟回味悠久 后来我莫名其妙的 在她身上闻到了酸味 她说她已经连着 五天没有水的洗脸了 她花了好久好久 找到了沈风的名字 住之QQ号 之后她不再要我陪她练琴 不再要我陪她遛狗 不再要我教她踢球 她为沈风学起了滑板 留了她喜欢的长发 为她同别人争风吃醋 在沈风的父母闹离婚时 她轻轻地抱住了她说 沈风 我会一直陪着你 沈风并没有赶我走 是我自己同流如烟渐行渐远的 她被沈风带进了一个新的圈子 我发现她竟然有我不认识的那员 她不光喜欢看球赛 还喜欢在看球赛前买彩票 他们一群人兴冲冲的 交流着什么赔率大小反水 我听不懂 以前为她补习的足球知识 似乎用不上 容不进去 就不应容了 不过有时候我会觉得 柳如烟之所以贪恋刺激 是基因里带的 沈风只是个影子罢了 我家做的是餐饮生意 爸妈常常说 不能为了钱没了良心 故而我家的食材用的 都是最新鲜的 卫生消防也都完全 遵照了国家的规定 爸妈按时给餐厅员工 抢纳了无险衣金 薪酬堪比做办公室的白领 每次来我家吃饭时 柳如烟的爸爸 都对我爸爸的做法 吃之以鼻道 老温啊 你这做法太书呆子了 给员工开太高工资 他们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了 爸爸只是笑笑说 说人都是父母养的 光化饼他们哪能吃得饱呢 柳如烟的爸爸还说 我们应该掏钱找关系 搞定检查机构 那样就能在消防卫生上 省很多钱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请了很专业的人员 美化了公司账目 隐匿了负债风险 夸高了偿还能力 拿到了一笔又一笔贷款 然后又拿着这些贷款 去买地贷款 赚了盆满锅买 给民工的工资也不怎么高 有时候甚至要拖欠两三年 双方父母的起点是一样的 甚至我家的启动资金 还要更多些 但差不多20年时间 我家只开了5家连锁餐馆 而柳家已经成为了权势 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柳如燕父亲的操作 能以小挪大 但任何一环出了问题 都会导致全盘崩溃 比如半年前 柳家高价买下了一块地 说是买通了内部人员得到了消息 政府以后会在那里 划一个科技园区 地价房价会跟着上涨 能赚一大笔的 但政府的公告出来后 才发现不对劲 科技园区被规划在城南 他买的地在城北 不过是先前拿了地的那家公司 为了脱手做了局而已 瞬间柳家的资金就出了问题 乌漏偏逢连夜宇 另外一处在建楼盘出了事 一个工人摔断了腿 柳家以为和以前一样 给个一两万打发打发就行了 但现在可是互联网的时代 工人家属也会发肯定 他们拿着身份证举报人家 事情迅速上了热搜 工程被喊停 粗略计算 我家的五个连锁餐馆外家父母 多年的积蓄 才够赌上漏洞 不过柳如燕不这么认为 他以为只是小问题 和所有生意人都会遇到的 小问题没有本质区别 那就拭目以待吧 爸妈当然不知道 前世发生的种类 他们很疼 为什么我突然间不喜欢有毒烟了 我想到了前世父亲 卧病在床时的样子 原本健壮精神的他 双眼凹陷形容哭搞 最后连喊童的力气都没有 顿时有种想哭的冲动说道 爸妈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我也大了 想帮你们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可以吗 爸爸的病 某种程度上是累出来 他们小时候对我的陪伴太少 一直心怀愧疚 生意稳定后拼了命名 我都23岁了 妈妈还给我买儿童牙膏 想让我一辈子当个小少爷 但我知道 他们也是渴望有人能接班的 毕竟爸爸不光是在做生意 还是在贯彻自己的美食梦想 听到我这么说 他顿时激动的语无伦词 好好好 明天我就带你去熟悉熟悉 我摇摇头说 不明天我们去医院做体检 好多病药是发现得早 治疗起来其实很简单 爸妈欣慰地笑地说道 阿姨长大了 听阿诚的 前世爸爸是在二院去世的 体检也是在二院做的 我心中一直有些忐忑和害怕 不过结果倒还好 爸妈都只是有点三高而已 爸爸要更加严重些 医生对我说 以后让你爸爸少喝点酒 我郑重地答道 保证完成任务 爸爸被逗笑了 承诺以后不再喝白酒 米酒喝果酒 偶尔还是要喝一点 我们从医院出来失去了 附近一个有名的大排档 爸爸忍了一会儿 最终只点了一瓶豆奶 吃着吃着 却遇到了喝得微醺的柳无烟 他忧愿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沈丰去美国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 陪我喝一杯吧 我微笑着拒绝了 前世也差不多是这样 柳家提出联姻没几天 沈丰便去了美国 名义上是因为他父亲病了 他要去照顾 顺便身份 旁人挑不出一点点毛病来 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丰是学财物的 知道现在柳家是个什么处境 找不到人田漏洞 破产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只是还没有调命 柳如烟还没有认清楚现实吧 他渴望稳定与复处 不愿意独柳家能够东山再起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怪不得他 可上辈子的柳如烟怪了我半辈子 他以为是我拿联姻做妖卿 逼着沈丰去了异国他乡 飘零半生 不过这次我说了 他还能怪谁呢 精英餐馆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背后的学问其实很深 我决定从最基础的食材选购开始 爸爸一步步教我 带我去菜市场蔬菜大棚 我一边学着如何挑选优质蔬菜 也是一门学问 我学得认真 爸爸教得开心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整 我们差不多忘了柳家的事情 直到那天从菜市场回去后 看到了柳如烟被一群民工围着 方才知道柳家的情况 已经糟糕到了什么地步 五分农民工匠柳如烟 从车上拽了下来 毕生生地控诉着柳家的无赖 他连前年的工资都还没有拿到 家里的老人没钱吃药了 小孩子没钱上学了 爸爸看了以后 摇了摇头说 以前你柳叔叔说我傻 压半年工资 哪怕是放在银行吃利息 也能赚不少 我劝他别那么做 他不听 现在果真出事了 他掏出了银行卡 就要去取钱 结了那些农民工的钱 爸爸也是苦出身 小时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上大学的钱都是村里人凑出来的 我知道 他不光是在帮那些农民工 也是在帮以前那个弱小无助的自己 但柳如烟不知道这些 他双眼放光对爸爸说道 谢谢温叔叔 旋即又道 这点小钱 后天我就还上 我叹了口气 他还没有认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伸手拦住了爸爸 我同情那些农工大叔们的遭遇 但他们的处境 并不是我家造成的 我去ATM机上去了 2500块钱 分给了五个农工 请回大哥 帮我干个活 每人踹着人三脚 吐三口唾沫 钱就是你们的了 农工们有些不知所以 但他们本身就对柳家有气 现在既能出气 又能拿钱 岂有拒绝的道理 于是我拉着满脸错愕的爸爸 在柳如烟的惨叫声中离开了 爸爸不解的问我 阿诚他到底怎么欺负你 我突然想到了前世 我收养的那只三花 柳如烟与我翻脸后 只有他陪着我了 后来他生病了 需要2500块钱探病 柳如烟拿了2500块钱现金 拉过了五个路过的鬼火少年 把这个田狗和他的丑猫踹一顿 钱就是你们的了 三花在我怀中停止了呼吸 死之前所有似无敌 喵了一声 一想到他 我的眼睛忍不住胡了 爸爸见过对劲 赶忙拉着我说 不问了不问了 谁让我们拿成生气 谁就是坏人 妈妈说最近新开了一家 定制衣服的店铺 老板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 很有品味 拉着我去试一试 我一开始有些不愿意 觉得是在当冤大头 又不是什么底级大牌 怎么那么贵 成衣出来后却真香了 大衣轮廓立体修身 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吴彦祖了 老板还贴心地写了一封信 介绍了衣服的用料材质 保养清洗流程 我爱不释手 后来我接到了老板 寄星雨打过来的电话 他说闲着无事实 翻看了之前做好的成衣照片 发现我那件大衣最下领的 扣子偏了半领 要给我退钱 让我把衣服拿过去 他给我盖好 我穿大衣时不喜欢破破的 那一点点的偏差压根就无所谓 但寄老板言辞恳气 再三请求 也便只能硬了 看着他认真裁剪衣服的样子 我想到了以前的爸爸妈妈 自家餐馆里的菜式 都是他们亲自品尝过的 自己都不喜欢不敢吃的东西 怎么能端给顾客呢 看着看着 我就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寄老板摸了摸自己的脸说 我脸上有大米吗 我摇摇头 我小姨来做客了 待会儿你跟我回去晾晾她的吃吗 也给她做一件点 寄老板欣然阴郁 同我一道回了家 一路上 他同我讲了很多意大利的建议 讲的是个艺术与小偷并存的国度 那些伟大的艺术品 确实是宝贵的遗产 游客们看得出神 忘乎所以 小偷们便有了下手的机会 我问他 要是我去那里卖菠萝萨 会不会被打了 他笑了一声 还没有做出回答 我便迎面碰上了柳如烟和她的母亲 看着季老板和我有说有笑 柳如烟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是怨恨吗 还是失望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没有给父母说 被民工殴打的事情 不然以她母亲的脾气 肯定不会心平气和的说 还想联姻的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感情比例也重要 希望柳如烟能够抱得帅哥归 同心上人白头到老 柳如烟的母亲愣了愣 她怀里抱了一个箱子 里边装的都是些陈旧的物件 她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一件件拿了出来说道 一腾成看这张照片 那时候你们八岁 你额头上是不是有刀疤 还是为烟烟摘樱桃时摔的呢 然后她又拿出了一件白色的西服 这是烟烟七岁那年给你买的 说要你穿上当她的新郎呢 还有中考过后 两家人在泰山顶上的合影 她问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们说 以后还要一起去爬华山黄山呢 我点点头道 都记得 我很感谢以前你们对我的照顾 为了合到你们 我愿意资助柳如烟一张去美国的计票 帮她追回沈丰 沈丰是出了国又不是去了外星球 中国和美国又没有断交断航班 没必要像那些无聊的 小说男主一样弄成生理死别吧 柳如烟和她的母亲四母相对 半赏无语 当然了 我肯定不会当那个冤大头 柳家搞出了那么多浪人 她早就出不了国了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做生意的人稍稍落后 就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在我25岁生日那天 爸妈开了第六家连锁餐馆 把经营权完全交给了我 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就怕坏了爸妈经营了半辈子的口碑 但索性结果还不差 我采取了新旧结合的策略 既留住了很多慕名而来的老实客 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新客人 我不想关注柳家的事情来着 耐不住他家阻止上新闻 没了我家的帮助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柳家便彻底倒了 从赫赫有名的开发商 成了阶下球 工程质量问题 拖欠工资 殴打维权民工 任何一桩单独拎出来 都够柳家喝一壶的 柳烟被抓的那天有些狼狈 他大喊着自己没有违法不想进去 说再给他几年 他必然能收拾好乱摊子 我被他的自大和无知斗笑了 钱是他家之所以能挺不难关 不光是因为有了我家的资金 更是因为有了我们一家人的权利帮助 帮他协调各路关系 帮他安抚工人 他以为这些轻如鸿毛 实则重如泰山 我当时觉得 把他抓进去反倒是一种保护 不然的话 保不准哪天就会被愤怒的 浪尾楼业主给捅死在大街上 监狱里虽然没有自由 但好歹没有安全问题 金羽的制衣事业发展得很快 现在需要三个月排队约了 不过他说我是个例外 随叫随到 他还说 他已经讲了很多他在意大利的事情 能不能讲一讲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以及柳如烟妈妈的那个箱子 我点了点头 娓娓道来 说来奇怪 以前沈丰和柳如烟打的火热时 我每每想到那些事情 便会有心如刀角之感 如今却讲得淡然 仿佛那不是我的故事 只是别人的故事 26岁生日那天 我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只邀请了最熟悉的亲朋好友 毕竟我只是想象他们 宣告下现在有了新的身份 不想在那些不熟悉的人 面前做滑稽的表演 婚礼上我问 曾经有个人陪伴了我那么久 你介意吗 他点了点头说 介意 但不生气 因为以后我会陪伴你更久 说完我们在众人的注视下亲吻 婚礼第二天早上 妈妈起床后有些慌慌张张 她盯着我看了又看到 还好还好 不是柳如烟 不是柳如烟 她说她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梦见我们压上了全部家产 去帮助柳家 却落得了一个家伙人亡的结局 她问我是不是也做过那样的梦 才会拒绝柳家的怜悯 我轻轻抱住了妈妈 告诉她不用在意的 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但我知道 那不是梦 那是我切切实实经历过的事情 前世 同柳如烟结婚后 我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柳天我觉得家里东西太多了 该断舍离了 便搜罗了很多就物件出来 当初那个准备表白的球鞋与情书 也被我找了出来 看着那幼稚但真切的文笔 不自觉的弱势 连柳如烟进了屋都没有查局 她一把挪了过去 看完以后脸色阴沉道 好啊 伊藤城原来你以前就喜欢了我 你好恶心 当初是你拿莲姻为妖鞋 逼沈丰出国的吧 不管我怎么解释 她都不听 甩着脸出了门 我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她回来时表情却很平淡 甚至还带了我喜欢喝的饮料 那一瞬间 我以为她已经放下了神风 却不知道她在酝酿更加可怕的暴风雨 我一直想要跟女儿 好好宠爱 陪伴着她长大 却始终未能遗愿 我心情沉重地去看了医生 医生表情怪异 看我是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她问我天天吃富方醋酸棉粉片 是一种男性避孕药 怎能让老婆怀上海的 我百般不紧 回家后躺在床上思考良久 看到床头柜上的维生素瓶子时 心中突然有些坦克 但又不敢相信 是我是有些太傻了 柳家度过危机后 把餐馆买了回来送给了我爸妈 柳如烟把这样的手段 用在了爸爸的餐馆里 她顾个人潜入了后厨 把西奥蟑螂老鼠尾巴 放在了饭菜中 爸爸的餐馆出了 很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 柳如烟还顾人在网上 发帖发视频带节奏 说爸爸的餐馆一直都那样 我和爸妈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往往 那段时间 总是会有乱七八糟的变化打来 要么什么都不说 要么直接破合爸妈 成千上万网友被蒙在鼓掩 他们以正义之名 往我家计划圈受一股挥合 那段时间爸爸妈妈不敢回家 也不敢开机 神经衰弱 妈妈一个月瘦了将近三十斤 而柳如烟的妈妈 依旧养尊处优养到位 绝望之下 柳如烟又以好媳妇的形象 出现在了我爸妈面前 说能帮我们摆平事情 哄骗着我们签了协议 彻底掏空了我们家 婚内财产也和我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做完这些后 他才彻底撕下了那张面具 毫无掩饰对我的厌恶 他说我身上的味道让他做 他说我的生命比不上 沈丰的一根汗毛 他说我们一家人不要脸 帮了一点小毛 就要裹挟他一辈子 我的心或许就是在那一刻死掉的 婚后第二年 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以为小宝宝都是 白嫩嫩软软糯糯的 不是把那个皱巴巴的 小团子抱到我面前是 我都怀疑他弄错了 妈妈笑着摸了摸孩子的脸蛋 说我小时候也是那个样子的 小宝宝丑点没关系 养几天就好看了 女儿很乖 是个低需求的天使宝宝 吃了睡睡了吃 不怎么哭闹的 在医院里那几天 妈妈有些警惕 唯恐又遇到看上 天使宝宝的怪阿姨 既新鱼也不想要 乱七八糟的臭小子 大占女儿的童年 她与我一拍即合 决定以后不管怎么 每天都得回家 抱抱他轻轻他 小孩子长得太快了 简直一天一个样 但眉眼始终跟我如出一举 到了三岁时 已经从小天使 蜕变成了小恶魔 小区里那些乖巧的虫 猫狗看见他把腿就跑 小家伙嘟着嘴巴朝我撒娇 说要养狗狗 我便抱着他去了宠物店 未曾想到在路上 遇到了柳如烟的母亲 他看到我的女儿后 愣了好久 方才吐出一句话来 我以为我老糊涂了 又看见伊藤成一小时候 他对公司事务参与的不是很深 故而没有进去 只是被限制了消费 他穿着宽大的廉价运动服 头上的自私清晰可见 他想去抱抱我的女儿 女儿别过头藏到了我怀里说 把鼻比老了还大胆 该叫什么呀 柳如烟的母亲摸了摸自己的脸 问我也像是在问他自己 我已经这么老了吗 我虽然是男人 但也会问岁月的流失 感到悲伤和可怕 但此刻我一点同情 他的想法也没有 前世 爸爸去世第二天 柳如烟妈妈也跟着去了 作为多年好友 他一点伤心的情绪都没有 带着嘲讽的语气说 妈妈心理素质太差了 扛不住上 他甚至还明理暗里 嘲讽我家基因不好 所以一直没让柳如烟怀上孩子 我在脑海中将那些 乱七八糟的片段屏蔽掉 轻描淡写地说 小孩子口无遮拦 您不要在意 以前那些上赶着讨好两家的人 早就离他们远远的了 就连一些比较近的亲戚 也不和他来往了 好不容易碰上了熟人 他就有些关不住话匣子 拉着我不停去到往事 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 他们家的糖醋排火 说他回老家是亲戚家的猫下子 给我带了一只回来 可惜路上跑了 还说刚刚创业那些年 他和妈妈为了省钱 经常两个人分一份盒饭 说着说着 就扯到了柳如烟身上 说柳如烟原本只被判了七年 但在监狱里与人撕扯头发 又加了信 还给我看了柳如烟的照片 明明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 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多岁 变黑了也变瘦了 女儿非常嫌弃 说把比小时候没有眼光 亲缘和那么丑的人一起玩 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脸 告诉她一貌取人是不对的 但好像她的话也不全错 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 不会再和柳如烟有任何交集 直到我三十五岁生日那天 陪着女儿去参加一个法治讲座 学校很重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讲话的不光有法律专家 还有一些表现好的服刑人员 当然了 为了不下的小朋友 都是经济犯 没有杀人犯 我万万没有想到 柳如烟也在其中 许是上次被加刑后 她终于认清了自己 不再做白日梦了 她对着话读 将柳家犯过的错误 一五一时的说了出来 她告诉小朋友 以后不管是上班还是做生意 都要诚实都要讲良心 客套很官方的话术 不过从她嘴巴里说出来 有些怪怪的 更怪的是 她看见我以后 沉默了两久 最后来了一句 希望小朋友们 珍惜对自己好的人 在她上球车回监狱的见习 我与她有一瞬间的接触 我凑到了她耳边 轻轻说道 沈峰回来了 她淡淡地应了一句 钱是 沈峰也是在这一天回国的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 去了美国以后没有读书 只是在啃老而已 后来她父亲去世了 无老可啃了 就娶了个白人医生 在美国社会 这四个字某种程度上 可以算是身份的象征 既受尊重又有钱 沈峰一开始也是那么以为的 觉得自己可以过上富豪的生活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医生嫁给她 不是因为她有趣 她有才华 甚至不是因为她长得帅 只是因为她是个亚洲男人而已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黄热病 在这类人眼中 亚洲男人温柔体贴顺从性高 可以满足他们的支配欲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为他们给所有亚洲人 都贴上了这个标签 他只知道自己有个亚洲老公 却连自己的亚洲老公 是哪个国家的 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可替代性太高了 沈峰并不愿意牺牲自己 满足变态老女人的欲望 白人医生发现现世和 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 大师所望 便时常辱骂她 她有时候会把放空了子弹的枪 这里在沈峰的太阳穴上 然后按下扳机 沈峰一开始还很害怕 后来渐渐习惯了 反正枪里没有子弹 直到有一天 白人医生将一颗子弹射在了 距离她脑袋不到三厘米的地方 虚虚实实 沈峰彻底崩溃了 这些事情 是她上辈子发在社交媒体上 有如烟念给我听的 她以为 沈峰受的一切苦 都源自一家和柳家的灵因 始作绝者是我 所以将那些可怕的事情 情数在我身上浮现了一面 沈峰不知道从哪里得到 国家破产的消息 买了机票回了婆 当时 柳如烟又像年少时那样 眼中有了光芒 我麻木地对她说 我成全你们 我们去领离婚证吧 路上我们遇到了车祸 撞上了一辆油罐车 开车的是我 是我太上心了犯了错 还是故意撞上去的 抑或者是那辆油罐车围了龟 老实说 我也有些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闭眼之前 柳如烟仍旧在咒骂我 骂我耽误了她与沈峰的一事 我不知道今生的她 在监狱里经历了什么 才让她对沈峰的归来 那般轻描淡血 也许是和妈妈一样 做了差不多的梦 不过与我无关了 回家的路上 那辆油罐车又出现在了 视线前方 打鼻小心 女儿大喊道 我胸有成竹地打着方向 盘绕了过去说道 放心吧 妈妈还在家里等我们吃饭了 后来 那些关于沈峰和柳如烟的事情 都是我从老同学那里听来的 柳如烟出狱后 去找过沈峰 沈峰被精神虐待多年 再看到曾经自己 念念不忘的女人 怎会一点都不心动 或许有那么一瞬间 她们都觉得爱情最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了一段时间 不过朝夕相处没有 让她们找回以前的记忆 只是让她们看清楚了彼此 沈峰还是不喜欢没钱的生活 但柳如烟有暗点在身 找不到高薪的好工作 柳如烟以为可以 从沈峰身上获得温情 但沈峰变得敏感义慕 她不敢对白人一声发疯 却敢对柳如烟家暴 两人相处了不到三个月 便再度分到杨莲了 我着实没有想到 她恨了我半辈子的感情 原来只值三个月而已 柳如烟去看过仓库 一个月三千块钱工资 后来仓库的主人 不知道从哪里 弄买了一条退役的警犬 说是警犬吃的少又机灵 比顾柳如烟花饭多了 她失业了 又去当了建筑工 虽然是体力活 但对学历不需要 收入也还行 可某年春节 她被拖欠了工资 当时她妈妈急着用钱买药 她一怒之下 拿着水果刀 去了包工头办公室 又进了监狱 这回她究竟什么时候出来了 我是真不知道了 同学们也都年龄大了 要养小孩 照顾父母 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她 我也一样 女儿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得优秀 父母却一天天老去 白发越来越多 我既新味又有压力 不过幸好 还有季兴雨陪我 她同我一起看书 学着去应对青春期 有了一点点叛逆的女儿 她同我一起带父母 去医院做检查 希望她们能长命百岁 看到四十同堂那一天 她却是如她所说 陪伴我的时间 比柳如烟还要长 长很多